到了下面文章就转了 正式谈为政的道理 关于孔子对人的观察 子曰 这是孔子观察人的道理 讲到观察人的道理 我们都知道看相算命 尤其现在很流行 这两种事在中国有几千年历史 就是世界各国有所谓意大利相法 日本相法等等 由此可见 任何国家民族都很流行 讲中国人看相的历史 那很早了 在春秋战国时就多得很 一般而言 中国人的看相自有一套 包括现在市面上流行的 蚂蚁柳庄铁关刀 乃至现代意大利日本人 研究出来的首相学掌文学 许多新的东西都加上 也逃不出中国相法的范围 但中国人还有另外一套看相的方法 叫神相或心相 这就深奥难懂了 神相不是根据形态看 而是看神态的 还有一种心相 是以中国文化的基本立场 绝对违心 非西洋违心的哲学 所以有几句名言 有心无相 相由心变 有相无心 相随心转 一个人思想转变了 形态就转变 比如我们说一个人快发脾气了 是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从他相上看出来的 他心里发脾气 神经就紧张 样子就变了 所以看相是科学 有人说印堂很窄的人 度量一定小 印堂两个眉间中间的距离 很宽就是度量大 这是什么道理 有人天生的性格 稍欲不如意识就皱眉头 慢慢的印堂的肌肉就缩紧了 这是当然的道理 还有人说漏门牙的人往往短命 因为他漏牙齿 睡觉的时候嘴巴闭不拢 呼吸时脏的东西进到体内 当然健康要出问题 还有很多这一类的道理 都是这样的 但是古人看相 很多人是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 问他什么原因 他说是书上说的 知己上这些东西 是从经验中来的 有人说清代中兴名臣 曾国藩有十三套学问 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 曾国藩家书 其他的没有了 其实传下来的有两套 另一套是曾国藩看相的学问 冰剑这一部书 他所包含的看相的理论 不同于其他的相术 他说公民看器语 讲器语又麻烦了 这又讲到中国哲学了 这是与文学连起来的 这器字怎么解释呢 就是东西 语是代表天体 什么叫器语 就是天体构造的形态 勉强可以如此解释 中国的事物就是这样讨厌 像中国人说 这个人风度不坏 吹过来的是风 横梁多宽多长 就是度 关于一个人的风度 是讲不出来的 这是一个抽象的形容词 但是也很科学 比如大庭广众之中 而其中有一人 很吸引大家的注意 这个人并不一定长得漂亮 表面上也无特别之处 但他使人心里的感觉 与其他人就不同 这就叫风度 公民看器语 就是这个人有没有公民 要看他的风度 事业看精神 这个当然 一个人精神不好 做一点事就累了 还会有什么事业前途呢 穷通看指甲 一个人有没有前途 看指甲 指甲又与人的前途 有什么关系呢 绝对有关系 根据生理学 指甲是以钙质为主要成分 钙质不够就是体力差 体力差就没有精神竞争 有些人指甲不像瓦形的 而是扁扁的 就知道这种人体质非常弱 多病 受腰看脚肿 命长不长 看他走路时的脚肿 我曾经有一个学生 走路时脚跟不点地 他果然短命 这种人第一是短命 第二是聪明浮躁 所以交代他的事 他做得很快 但不踏实 如要看条理 只在言语中 一个人思想如何 就看他说话 是否有条理 这种看法是很科学的 中国这套学问 也叫行明之学 在未尽时就流行的 有一部书人物质 大家不妨多读读它 会有用处的 是未代刘勋著的 北魏刘斌所注解 是专门谈论人的 换句话说 就是人的科学 最近流行的人事管理 职业分类的科学 这些是从国外来的 而我们的人物质 却更好 是真正的人事管理 职业分类 指出哪些人归哪一类 有些人是事业型的 有些人绝对不是事业型的 不要安排错了 有的人有学问 不一定有才能 有些人有才能 不一定有品德 有学问又有才能 又有品德的人 是第一流的人 这种人才不多 以前有一位老朋友 读书不多 但他从人生经验中 得来几句话 蛮有意思 他说上等人 有本事没有脾气 中等人 有本事也有脾气 莫等人没有本事 而脾气却大 这可以说是名言 也是他的学问 所以各位立身处事 就要知道 有的人有学问 往往会有脾气 就要对他容忍 懂他的长处 学问 不计较他的短处 脾气 他发脾气 不是对你有恶意 而是他自己的毛病 本来也就是他的短处 与你合观 你要讲孝道 在军道上 你要爱护他 尊重他 我有些学生 有时也大光起火 我不理他 后来他和我谈话 道歉一番 我便问他 要谈的正题是什么 先不要发脾气 只谈正题 谈完了 再让你发脾气 他就笑了 第二部应该研究的书 是什么呢 就是黄石公 传给张良的素书 这一部书很难说 确是伪书 但它也的确是 中国文化的结晶 对于为人处世 及认识人物的道理 有很深的哲学见解 也可以说是看相的书 它并不是说 眉毛长得如何 鼻子长得怎样 它没有这一套 是真正像法 眉毛鼻子 眼睛都不看淡 大概都看这个人 处世的态度和调理 孟子也喜欢看相 不过他没有挂牌 他是注意人家的眼神 光明正大的人 眼神一定很端正 喜欢向上看的人 一定很傲慢 喜欢下看的人 会动心思 喜欢斜视的人 至少他的心理上有问题 这是看相当中的眼神 是孟子看相的一颗 也可说是 看相当中的眼科吧 孔子观察人谈原则 至其所以 看他的目的是什么 观其所由 知道他的来源动机 以法理的观点来看 就是看他的犯意 刑法上某些案子 是要有了犯意 才算犯罪 过去中国人不大打官司 喜欢打官司的 叫做送棍 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人被控用刀杀人 这是有罪的 要偿命的 有送棍 要被告一千两银子 包可无罪 被告为了保命 就是上当受骗 也只好出这一千两银子了 而那个送棍得了银子 将送出去的公文抽回来 将用刀杀人的用字 轻轻加了一笔 变成甩字 于是甩刀杀人 没有犯意 是无罪的 还有清朝时祭孔大典 凡是参加的人 是不得在祭典中东张西望 或转头回身说话的 否则就犯了大不敬 重则杀头 轻则坐牢 至少是免职永不录用 有一次 一位都府率领部署祭孔 在部署中同聊游戏 某甲到皇帝面前 告某以在祭典中回头说话 于是皇帝下命令 都府查明此事 都府一接到圣旨 惶恐得不得了 最后从部署中 找来了平日最讨厌的宋棍 被敲了八千两银子 一千两银子买一个字 宋棍还说白送了一个字 共有九个字 臣位列前茅不敢反顾 这样答复上去不但没有事 那个原告也不敢顶上去了 因为追究下去 你自己如果规规矩矩不转头 又怎么知道被告转了头呢 有罪大家有罪吗 一件要杀大官们脑袋的大案 就这样由宋棍 用九个字轻轻的平息下去了 李玲达苏武书中所谓 刀笔之力弄其文末 从政的人都要了解这一点 公事办久了 从政久了 法律熟了 专门在笔杆上做功夫 害死人杀死人 笔刀都厉害 所以讲到这里 要视其所以 看他的动机目的 观其所有 看他的来源 整个行动的经过 查其所安 再看看他平常做人是安于什么 能不能安于现实 譬如有些人就很难安 有一位七十多岁的朋友 已经满头白发了 读书人学问蛮好 刚刚退休太太过世了 在生活上打牌没有兴趣 书法好但没兴趣写字 读书人本可看书 但是拿到书就想睡觉 躺下来又睡不着 讲到这里 请青年朋友们注意 老年人很可怜 有几件事是相反的 坐着想睡 躺下来却睡不着 扑起来没有眼泪 笑起来把眼泪笑出来了 讲现在的事 当面讲当面忘 对过去的事 连小时候的都记得起来 讲他好话听不见 骂他的话马上听到了 这是老年人的惨状 因为他太无聊寂寞 事事无兴趣 只好交了个女朋友 我劝他不必结婚了 他这种现象 就是老年人的无所安 心不能安 这是老年人 但是年轻人也一样 这是心理上的问题 一个人做学问休养 如果平常无所安顿之处 就大有问题 有些人有工作时精神很好 没有工作时就心不能安 可见安其心之难 孔子以这三点观察人 所以他说 人烟馊哉哉 人烟馊哉 这个馊是有所逃避的意思 以是其所以 观其所由 查其所安 这三个要点来观察人 就没有什么可逃避的了 看任何一个人做人处事 他的目的何在 他做法怎样 前者数思想方面 后者数行为方面 另外再看他平常的涵养 他安于什么 有的安于意乐 有的安于贫困 有的安于平淡 学问最难是平淡 安于平淡的人 什么事业都可以做 因为他不会被事业所困扰 这个话怎么说呢 安于平淡的人 今天发了财 他不会觉得自己钱多了 而弄得睡不着觉 如果穷了 也不会觉得穷 不会感到钱对他的威胁 所以安心是最难 以这三点观人 放在违证片中 就是知人利品的重点所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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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